天气真的是好热 受到了西南风沉降影响 气象局在花莲瑞穗乡的武鹤侧站 上午1点10分测到了40.2度的高温 天气这么热 家里头没有冷气真的是不行 但是有网友在台中北屯东山路上 就发现了这么一栋三层楼的民宅 面对马路的外墙上 竟然像这样高挂着多达23台的冷气室外机 超高密度让人看了密集恐惧症险些发作 有网友在猜了 这里头该不会是电脑挖矿场 还是暗藏诈骗机房 甚至有网友说 这里头是不是养着一头北极熊呢 这个民宅到底是什么样的用途 带您一块来了解 三层楼的民宅外墙上 整整齐齐挂的三大盘的冷气室外机 远看密密麻麻 让人插点密集恐惧症发作 对比左右两户只有一到两台 根本不够看 数一数上面一排下面两排 一共23台的冷气室外机 网友意外发现 好奇里头究竟卖什么药 民众看了创意答案 五花八门 网友也是发挥想象 似乎这根本就是诈骗机房 还有人搞笑说里面 应该养了一只北极熊 重回现场这栋民宅就位在台中北屯 东山路二段上 冷气室外机架的超密集 实际走进去一看 什么诈骗机房挖矿场通通不对 装潢每到以为是饭店 这其实是附近温泉饭店的员工宿舍 缺工比较严重 那我们为了让员工有更舒适的环境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 每一间房间都会配备一台冷气 隔了23间房 每间大约三平大间间都有冷气吹 不过装成这样有没有违法 都发局说室外机不属于建筑 所以没有违建问题 但多达23台的室外机必须定期维护 否则任何一台砸下来 对路过的人车都是威胁 只是业者也没想到 员工宿舍冷气装好装满 竟意外在网路上引发话题 接下来您的台中 差不多 好